把我们现在看到太平国小 那相对于基隆的东岸跟西岸 我们的东岸有这个 我们的这个珠布塔 是一个宗教性的空间 所以这位学生很有趣的 他想说我们西岸也应该有一个宗教性的空间 所以他建议把太平国小改成 是一个禅学院 他同时也具有禅修的一个空间 计划主持人方俊凯建筑师 详细说明这些入选作品的优秀创意 这是第二届基隆评图活动 邀请全国各大专院校 设计相关科系学生 以基隆为主题进行研究与探勘 希望让学习规划设计的青年学子 有落地实践的机会 邀请各个的设计学校跟建筑学校 以基隆为题目 大家可以看以基隆题目来做这个评图 那这样的评图到目前为止 总会有我们收集到 报到我们这边就有50案 我所知道应该不止这50案 所以最近其实大家对 用基隆为题目来做设计 这件事情 非常的风情云涌 这项以靠岸基隆为题的评图活动 累积至今已经吸引超过50件的投稿作品 同样是都市规划专业出身的基隆市展 牛昌举例说 包括地标树梯 新二路的防空通电梯 太平三层等 都是近年来透过工作坊的师生劳力激荡的成果 这也是基隆近年来推变翻新的秘密武器 他相信参加基隆平图的每一件作品 都能带给基隆市政府更多的刺激与想象 为基隆市的都市发展 注入新的能量 我们秘密武器就是把所有全国优秀而且聪明 然后又有创意的专业者还有年轻人 让他们能够来基隆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那这在这几年呢 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跟这个成果 透过我们的平图 或者是透过我们几次这样子的工作坊 有专业的团队老师 很多的包括规划建筑景观各个学校的教授 带着研究生跟学生来基隆 以基隆为基地做这个规划跟设计的题目 所提出来的一些创意跟构想 那市政府跟这个我们专业的团队合作 进一步把这些理想化的东西 怎么样把它落实 落到我们基隆的城市的环境里面 所以才有大家看到了这么多年来 非常有创意有想法 又符合基隆城市的文化资理 还有我们的地理环境的一个特色 的这些精彩的建筑跟设计案件 然后在我们基隆市的城市环境里面 逐步的去找出来 今年度入选作品共16件 来自全国11所大专院校 参与的设计案从议题基地及基人等 非常具多元性 配合防疫 今年平图将在基隆设计与建筑者之家 粉丝专业以线上直播方式进行 邀请大家一起上线观赏 具设计专业的学生 对基隆这座山海城市的未来想象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